前中石挺身上街 901大游行媒体人挺身而出 我希望NCC能够善尽职责 能够让台湾所有的媒体都当台湾社会的太阳 而不是当台湾社会的北风 前两天才从中石离职的记者游晚期行哟 这是捍卫记者工作权的游行 不少中石记者想参与却被劝退 已知内改革的一群也很辛苦 身为前中石的冯光月 昨天在现场大发走路工 走路工 今天来示范 看到的人都上进去了 示范给你们 谢谢 如果不在苹果日报我也是会来 以前是国家压迫我们言论自由 现在是采拔资本家压迫言论自由 伊甸市联系总裁陈玉昕 昨天也参与游行 他说不只关心伊甸市频道上不上架的问题 更在乎台湾的言论自由 除了前中石多个媒体的现任主管或记者都有参与游行 那个好的媒体环境 我们就没有人格尊严 没有人格尊严 我们国家的民主就会出问题 董新闻 众和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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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